再来猎大王 这个王就是像龙子一样 为什么猎大王呢 因为种种的经论 开人眼目 但是我们众生都是只此以彼 只彼此 执着这个就怀疑那个 执着那个就怀疑这个 是意非诸 这个对 其他的通通错 这个就是众生的迷茫 这个就是网 一个网跳出来 又被另外一个网堵住了 一个坑道跳出来 又跳到另外一个坑 众生因为一直之见励之 士己非诸 我就是对 别人就是不对 跟自己看法不同的就是磨 前世纪就是他是有修行 别人通通没有修行 当他日中一时的时候 他就说没有日中一时的人通通犯戒 就是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这样子 一个人如果一天披着袈裟的人 就认为没有披袈裟就不是出家人 中国人就穿长衫 就是只此以彼此一非诸 自己非人 现在融通的经论 就解解出笼 你经论通 法法不是相应的吗 是不是 日中一时 当然也有人赞叹 过不时 我们也赞叹 持绝力 我们也赞叹 修禅的 我们也赞叹 修密的三叶相应 我们也赞叹 修净土的代业往生 那更不用说了 我们也赞叹的 如果你想修弥了净土 那我们也赞叹 那看你是修什么法门的 是不是 我是很坚持净土的 但是又用禅的心 如果你没有禅的心 修净土的烦恼起来 你没办法的 直接猎大王 就是把那个迷茫的大王 一或把他全部把他破除 猎大王 我们就是 这个执着的大王 这个王子被网住了 分别心就是一个大王 我们全部把他破除 似己非人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你没办法的